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你是我的星光 彼此都是彼此的方向 永遠不離不棄的伴 一起走過的歲月 一步一步都可貴 不用萬語千言 團結讓心肝都體會 不怕山高水源 一起走過的歲月 點點滴滴都珍貴 全知愛的信念 酸骨醉的收穫甘甜 人生的路很遠 中國生年富 阿神 聽書學校在問考初中的事情 你怎么都没跟我们大人商量呢 老师有发医院书 要家长签名决定 你想考吗 你有什么担心的吗 我在家种田就好了 我不考了 你啊没够 连老师都支持你考 为什么你自己要先放弃呢 在我面前要实话实说 心底想要或不要 都要说清楚 大堂哥都没念了 我想我一定也不会有机会念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机会和特质 这不成理由 你自己一定有你自己的原因 我担心学费和补习的钱 阿爸妹会负担不起 如果我不念书去做事的话 就可以帮助下面的弟弟妹妹 让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念书 阿春 阿爸没有念什么书 但是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 阿爸希望你去念书 虽然我心里曾经想要顾念书 但是我真的不希望阿爸妹那么辛苦 如果我去念书 如果我去念书 家里的事情也会少一个帮手 我是家里的老大 要有老大的担当 陈磊 你这么懂事 会替家里着想 阿爸跟阿妹真的很高兴 不过阿妹更希望 如果你有机会求上进 不要放弃 学费的事你不用担心 阿爸跟阿妹已经有准备了 至于家里的工作 我们大家都会分担的 好 你如果想升学 我们会支持你 重要的是你要有决心 钱的事情 还有你弟弟妹妹要怎么念书 你阿爸阿妹 还有我会来处理 知道吗 再回答我一次 你到底想不想考 说出自己的心意 我想要念初中 我要参加考试 不想入床 就想吃断 既然下了决心 就是好好三忙打拼 阿佑当 阿春的好不熟 阿嬷就同怀疑 这担子在我手上 阿公 给你打个勾 好 谢谢 好 那你要好好地努力 知道吗 我知道 我一直担心 一直不敢开口 本来 我心里已经放弃了 谢谢阿公 谢谢阿妈 谢谢阿爸阿妹 阿妹 我们吃饱了 好 不要去跑你阿公 好 不要用跑的 阿公 吃饱了 阿公 吃饱了 阿公 我们要像你一样 用功读书 我们不会吵你的 阿公 你也不能吵 好 有问题还是要问 不可以乱写 CDU 看来 我记得我的东西 你帮她鱼 我跟她是 virtual人门 你帮她的小蛤 你帮她的小蛤 阿公 那样 你帮她的小蛤 那她能 panel 你的帮她的小蛤 我又有什么 她的小蛤 阿妹,我这里用好就去了 上课会迟到了,来来来 放着我来做就好,赶快 来 阿爸 阿哥,我 阿爸,你们吃饱了 阿哥,你今天好好读书 家里的事情全部交给我 你放心啊 我也会,我也会 阿哥,我会受冲了 是你哥教我的 谢谢你们 好了,吃饱了 我们去菜园 阿妹,再见 阿哥,再见 你要加油啊 你不要担心那些家事 把你的书读好就好了 你不要担心那些家事 你不要担心那些家事 你们动作那么快,班那么多 对啊,这样阿狗才能安心念书 不用担心家里的事啊 安知谁 阿公 阿公 这是别人写的文章,你读一读 看看人家是怎么写的 关于未来的一场梦 画家用画笔描绘人们的生活 关于未来的文章 唇响 神小的音乐 唇响 作词 韩 神小的音乐 演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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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deer 桑 供就这么快 阿牛 你慢慢吃 是哦 郭嘉瑜 六十二分 三卡正真给他再打瞌睡啊 林德春 九十六分 考得不错 继续努力 王一安 六十分 登附了 陈一波 九十六分 考得很好 是哦 你阿郭 考九十六分 考得很好 阿郭 你好耶 阿郭 你好棒 阿郭 你好棒 阿郭 狗耶 阿郭 你不喜欢了 你怎么跑到这边来勾草 这边的草 比较新鲜啊 我们之前勾草的地方 都被大家勾得差不多了 有时候还为了谁早点到 谁晚一点到 还跟别人家的抢着割场呢 可是这里比较远啊 远一点有什么关系 大家都抢同一块地 一天也割不了多少 来这边就可以赶快把草割完 赶快回家做别人的事情 我不是说我今天会早一点下课 都有回来再割吗 你下课就看书啊 割草 我来就好了啦 你现在每一分钟都很重要 再重要你一次也做不了两件事情啊 那你在这边阿阿牛呢 我把他绑在树下 吃草了 等一下我割完草 我就带他回去了 差不多了 我跟你一起回去吧 哥 你先回去看书啊 一整天念书也会累啊 走啦 你已经割得很多了 走 我跟你一起回去牵阿牛 嗯 你还没阿连过女儿呢 他乱抬你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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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牛怎么在那边啊 公园 你刚刚有把他绑起来吗 有啊 说绑太松了吗 阿哥 你看 阿牛跟我一样聪明 知道 要去找地方吃草 阿牛本来就很聪明啊 不过 下次要记得照我教你的方法 绑两千才会紧 万一阿牛越吃越远就惨了 知道了 那我们先阿牛回家吧 嗯 一片片的田 擦好了秧 那得费多大的力气 阿牛 你只跟老阿金叔好好交代了呢 阿联哥 我来不是要你给我个交代 阿金叔 真是对不起 我的孩子做事不谨慎 害你的田有损失 小孩子看你喔 看不住的时候总是会有 不是来说一声 让孩子以后小心一点 小孩子是我没有教好 不管你的田有多少损失 我们都赔给你了 再这样说换我不好意思了 邻居之间说什么赔不赔 阿联哥 是你喔 好 来 先硬啊 好 慢慢行 阿公 阿爸 阿公 阿爸 你们两个 放牛可以放到 把人家田都给弄坏了 好好跟阿爸交代 是我的错了 照顾阿牛 是我的工作 是我的疏忽 你怎么牛也不绑好 让他跑到别人的田里面去 是我的错了 阿公 他今天都在学校补习 他有教过我怎么绑牛 是我自己没绑好 不是啦 是我的错 我应该要确认 狗卫是不是学会了 不应该他还没学会 就叫他一个人去放牛 不是啦 你已经教过我很多次了 自从你开始补习 放牛就是我的工作了 你一个人要做这么多次 难免有疏忽啊 都是为了让我去补习 你才会这么累 不是你的错啦 好好好 做错事情的话还这么多 好 去睡觉 去 阿公 阿爸 好安 阿公 阿爸 好安 阿公 阿爸 好安 有没有 阿公 阿娄 田东的小子 你嫌子把老婆做户了 是 不过 你这两个小孩还真不错 除了是不会互相推卸责任 还会互相包容 兄弟之间就是应该这样 很好 真的很好 喂 你们两个的事我都听说了 真的是很不应该 做事的时候不谨慎 等出了事才来担心 这样来得及吗 你们从小就看阿公跟阿爸种田 也知道种田有多么的辛苦 怎么会放着阿牛 去把人家的秧苗吃掉采烂 这样就是对自己的工作不负责 知道吗 那现在阿金说的田怎么办 放心 我会处理 想一想 知道错了 就上床睡觉 阿兰 小孩子知道错了 今天就不要念他们了 我知道了 我听说啊 他们两个在阿爸面前 争扎认错 而且回来啊 也知道自己去罚站了 我听到这些心都软了一半了 阿爸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才没有骂他们了 今天给他们睡饱了 田里面我一个人去就好了 好 你怎么起床了 阿妹 阿爸去哪儿 阿爸要你们今天好好在家里读书 阿金说的田他自己去就好了 我也要去 阿妹你让我们一起去帮忙啦 阿爸 我也要去 我也有错 阿爸要你们在家读书啊 阿爸要你们在家读书啊 赶快 我们去学点沙漾 快点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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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帮忙啦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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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走啦 来 小心一点 你们两个动作快一点 准备上学了 好 阿妹跟你们说 人都会犯错 你阿爸这么做 就是为了要承担做错事的后果 你们要记得 以后自己分内的事 一定要尽心尽力做好 不能有一点疏忽 万一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就不是重新做一次 就可以解决的了 我们知道了 赶快吃一吃 去上学了 你放心 我没有跑的 你啊 就是这么机灵了 小心一点不是比较好吗 走自己的考试又来不及了 那快一点 好 春莱 那个没有复习到的功课 自己回来要复习 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 不会 这是我的责任 你吃饱了 吃饱了 好了 慢慢来哦 好 阿妹再见 好 吃饱了没 我也吃饱了 阿妹再见 哎呦 不要用跑的呢 好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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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烂的秧苗全都补好了 我听人家说 阿妹在替我补秧苗 想说带一点东西给她吃 跟她一起做 想不到阿妹手脚那么快 才几点就做完了 那是阿妹应该做的嘛 对啊 踩坏的秧苗都补好了 连甜水都寻了 甜肯也整了 弄得妥妥当当的 你儿子这样子我怎么好意思 不要不好意思啊 那是我们应该做的嘛 如果还有什么不妥当 尽管吩咐我们 不会有问题啦 有你这么严格的老爸 有阿妹这么谨慎的性格 你们家的人做事 谁不放心啊 来来来 这宽薯带回去给小孩子吃 你家人多 自己留着吃啊 那好 那我们兄弟俩一起吃 那就不客气 你们在这儿吃吧 我们家阿妹很不会种田吧 对啊 比我种得还漂亮 以后啊 每次都叫你们家的牛 来采一遍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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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早起 怎么那么晚还不睡啊 你怎么也在这儿 你明天早上不是有事 他们早自写的功课没写完 老师让他们带回来写 是 那赶快写啊 写完早点睡 睡饱 头脑才会清醒 最后一个字 写完了 写完了 爸 没完 早点睡 春雷 那你呢 还有一点点 还有明天要考试了 要复习 我陪你 你也早一点去休息了 好 春雷 这里给你 那是谁 好 要考试了 要吃营养一点 阿妹 你吃什么 你们也吃啊 阿哥 不用了 你吃就好了 全外表吃完了 你吃完了 我们就没得吃了 来了 一起吃他 来 来 一会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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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吃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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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怎么特别卖力啊 因为今天有蛋啊 蛋 多一口蛋了呀 当然更有力去啊 不只一口蛋 以后长大赚钱 你要吃什么山椒海味 我都会买给你吃 我也会 我们一起吃 来 祖王骄傲地说 我请了大工程师公宿班 我早就派我的男主三百多人 拿着我的防守武器 好 纯烈啊 你应该肥气读书了 你回去专心读哦 不要玩了哦 可是 菜从来没装完耶 肥气了肥气了 那我先走了 哥 我先回去念书 圣区的各种族 故事同身为东义 南汉西洁北堤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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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格 Speedbillion 优优优独播放 但是这个样子 还是那个样子 这个样子 出门 lessons 我再把新的文章贴上,供你参考 阿公,我一定会好好考试的 不会让你失望的 阿公,你快点 阿公 阿公,你快点 你快点,给我看我 阿公,你怎么了?走路都不看路 你有没有怎么样 阿公,你没有发烧啊 是你刚刚,差点被车撞 阿公,你到底在想什么? 才刚交了补习费 现在,考试报名的时间也快到了 又要交报名费 阿公不是说过,家里钱的事情不用你操心 带人来处理就好了 说是这样说啊 可是,家里有多少钱 我们也不是完全不懂啊 看到阿爸阿妹,每天那么辛苦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向他们开口 是什么之后 我真的不是要 公子 趁这个时间还早 跟阿美挑一些菜 我们拿到市场去卖 好 这是做什么 上次去卖菜 放着一堆 客人就在那边翻来翻去的 翻到菜都烂掉了 后面看到的客人 看到菜烂烂的 都不喜欢买了 所以我就想把它绑成一束一束的 比较漂亮 也比较好卖 这谁教你的 没有 就是看到客人 都喜欢买漂亮的菜 我就把它整理好 这样子就比较好卖 你看到买菜的人 你就会这么做 你脑筋真的赚得很快 阿美还以为你爱玩不爱读书 想不到你真的很有生意头脑 还有越早卖完 价钱就越好 也可以多赚一点钱 做到最后 大家不是都便宜卖吗 所以要用头脑好好想一想 原来啊 原来啊 你的脑子都在想这个 才没有好好读书 对不对 早一点卖完 可以早一点回家 帮阿哥多做一点事情 让阿哥好好念书 这样不是更好吗 来啊 来啊 来买菜啊 来啊 买菜啊 来啊 现彩的菜啊 来买菜啊 来买菜啊 来啊 来买菜啊 现彩的新菜啊 你要买青菜吗 你真好命耶 儿子这么小就会帮你卖菜耶 好乖耶 阿婆 你要买新菜吗 可以买新菜 来 来 谢谢 谢谢哦 有空再来 来 来啊 来买青菜了 开开吧 来啊 现彩的青菜便宜卖了 便宜卖是怎么卖 可不可以买一把送一把 不可以了 我们已经卖很便宜了 再送一把 我阿哥的学费就不够用了 好 不可以就不可以 哥哥要读书 怎么可以让他没钱读呢 对不对 好 那我要这个两把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有空再来 来啊 来啊 现彩的青菜便宜卖了 来啊 现彩的青菜便宜卖了 现彩的青菜便宜卖了 不要加太多 好了吗 好了 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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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是谁啊 阿泰 是我啦 公耶 阿泰 是阿哥在挑水 来来来来 进来进来 阿泰 阿泰 阿公耶啊 来来来 来这边坐 阿公耶啊 阿云 你们最近辛苦了 哈 没有啦 阿狗要念书 事情都是你狗做的 我只要帮忙喂牛 还有帮阿胎送吃的而已 真的喔 好乖喔 阿泰 还有什么事情要我做的吗 我要去检查呢 等一下啦 你好久都没有跟阿胎聊天 也没有进来听阿胎讲故事啊 阿胎 对不起啊 我最近事情比较多 今天还跟阿妹去卖菜 一下子 菜都卖光光了 客人想买都买不到了 很厉害吧 厉害厉害 真的好乖喔 你跟阿云呢 最近啊 都为家里做好多的事情 你们真的好懂事喔 也知道怎么互相的体谅 互相的承担责任 阿胎喔 好高兴喔 阿公耶 来 这盘吃掉的 替阿胎吃 不行啦 这是阿梅特地为阿胎做的 阿呦 没关系啦 小孩子长大 要长肉耶 阿胎说 没关系就没关系 这是我们三个人的秘密喔 谢谢阿胎 阿哥真的很用功念书 我也很希望阿哥考上 真的好乖喔 像你这样子喔 愿意成就别人 成就自己的阿哥 将来到社会上 你一定也会成功的 我很高兴能帮阿妹做事情 让阿哥安心的念书 好乖好乖 你的辛苦 你的努力阿胎都知道 阿胎 阿胎 没有啦 不辛苦 阿胎 那我先去做事情 好 阿妹 阿妹 你眼睛怎么红的 老师 你先去吗 好 阿胎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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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有嗎 小心啊 林大佛 咱们还没回佳 剩下没几天就要考试了 我想要多念一点书 书要读 饭也要吃 其他同学都已经回家吃饭了 你没有吃东西 读书怎么会有效果 再给你 老师 我一定要考上 不然太对不起我爸妈了 我妈妈本来就很辛苦 现在因为我要考试 根本忙到没有什么时间可以睡觉 老师看到你的决心了 这个决心会带给你好成绩的 你放心吧 离考试时间越近 心情越要放轻松 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 老师相信你 谢谢老师 早的时候记得关窗关灯 我知道了 老师再见 再见 着急 不 我 决凯 你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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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 阿公 這麼晚了 沒睡 還在看書 老實說 阿公幫我整理的簡報很好 我今天晚上 要再把這些文章再看一遍 另外我還有別的功課要溫習 很好 但是身體要顧 不能讀太晚 阿公 我知道 阿爸 阿妹 準備給阿淳的寫的 他離考期越來越近了 他怕考不上 幾乎每天晚上都熬夜 所以我就煮了一點宵夜過來 我應該沒看到阿公的老命運 我怕他們吵到純淵讀書 所以讓他們到阿母的房間睡了 這孩子太緊張了 得放鬆一下 讀書要緊 但是身體也要顧 我知道了 阿爸 你也早一點休息 純淵 繼續加油 好 我明天帶他到五輪宮去找找 好 陳倫 你也早一點睡喔 好 不要讀太晚 小夜要記得吃 好 好 阿淳 我看你最近為了考初中 書讀得很晚 叫你的睡少了 會不會很累啊 累是會累啊 但是離考試的時間越來越近了 不努力一點去讀也不行啊 讀書有方法不能靠死背印記嘛 你要先理解他的內容 融會貫通以後 你自然就記住了 謝謝阿公 我會照你教我的方法去讀的 好 求一下這個神龍大帝 他一向照顧我們莊家人 也會保佑你這個莊家子弟 開智慧考上好學校 用學識照顧向你 有沒有把握啊 好 凡事盡力就好 與其那麼緊張 不如放輕鬆去考 好 路是一步一步地走 最後總會走到終點的 你為了讀書 叫都不睡 那就是走得太急太快 會跌倒的 剛才已經求過神龍大帝了 我相信他會保佑你的 凡事不能只看眼前 來 看看遠處的山 用眼睛 用心 仔細地看一看 你每天在那昏暗的油燈底下 看書 很傷眼睛 所以我希望你看一看 綠色的植物 那對你的眼睛好 也可以疏解壓力 感覺怎麼樣 整個心都開了 阿公 謝謝你 我想 我懂你的意思了 阿公 阿公 我要去考試了 要考試的東西 都準備好了嗎 好 好 這個粽子戴著 你阿爸 聽農會的辦事員說過 他們的家鄉 說考試的時候 要吃這個粽子 才會包粽 特別要我包的 讓你有個好兆頭 考好考壞 沒有關係 我们是不要你饿肚子的 爸爸 阿梅 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考的 好 考试的时候要细心一点 考军要看清楚 慢慢写 不要紧张 阿梅家里的工作还很多 没有时间陪你去考 你跟着老师去考 这样可以吗 老师都会照顾我们 你放心 好 爸爸 阿梅 我走了 阿哥 阿哥 你都会考上的 加油 这是什么 这是有效的符 符 你去五人公求的 我跟你保证 是绝对比五人公还以名妙的符 都还有效 你不要现在看 等你考完试了 你再看 会更有效 阿太说 去庙里拜文昌君 要拜葱 才会聪明 这是我早上去菜圆拔的葱 希望阿哥 变聪明 考上学完的学校 好 你要聪明 带着葱去考试 没关系 这是逼魂的心意 我放在书房里面就好了 好 那赶快去了 好 来 好 来 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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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来 阿娘 被人打疼 今儿都被人打疼 今儿都被人打疼 不行 不行倒在这 因为有个小小梦想 开始去飞翔 因为历经雨雪风霜